自2007年起 便一同在红袜农场系统打拼的旅美好手林哲轩与蒋志贤 经过多年的努力 11月19号分别被红袜队与水手队选入球队40人保护名单 轻松大家多放下 现在比较轻松 就是这次终于是用40人的名义进去 不是说受邀 那可能在春训能够下场机会也许会比较多 扯约快到了 没想到球队把我放在40人名单里面 我觉得蛮意外的 又很开心 蒋志贤虽然在今年球季后半段 被交易到西雅图水手队 但两人在红袜小联盟时期 就培养出革命情感 也分别在08年跟11年 入选的Future All-Star Game 从高A开始我们就一路达到2A 到今年然后他转队 所以他刚开始练外野的时候 到现在比我觉得已经进步非常多 真的是顺秤子我也熟了 比在教育过去 在8月那段时间就走低潮 然后自己在这段在亚利桑那打 那个球季联盟就慢慢调整自己 努力受到肯定的两位未来之心 入选40人名单 象征越来越多台湾新生代棒球好手 在世界舞台占有一席之地